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三年 她如愿成了顶流 让我做她的助理 她一句饿了 我半夜跑出门买吃的 结果她嫌难吃倒在我身上 她弟弟打人派我去处理 结果我被对方打得手脚骨折 我不奢望公开 可她转头就和初恋官宣 被我撞破奸情的那一晚 柳如烟用我送她的丝巾亲手勒死了我 她说 真正的爱是成全 你懂吗 再次睁开眼 我将辞职书甩在柳如烟的脸上 没办法 谁让我还得回家继承家产呢 睁开眼 柳如烟躺在沙发上 脸上是显而易见的不耐烦 我不就是和秦赫出去吃了顿饭吗 你何必发这么大火 别太小气 本来当初和你在一起 也只是因为看你可怜罢了 说到兴起 她一把将茶几上的饭踢翻 这么难吃的饭也敢给我买 你是想让我死吗 直到我被她随手扔过来的东西 打中了头部 那么疼痛让我确认了 自己真的重生了 眼前的柳如烟和那碗 将我勒死的面容重合在一块 让我内心止不住的颤抖 说话既博打 还不出去给我重新买东西 她拧着眉头 即使这样也无法忽视她娇好的容颜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她深夜优惠初恋的新闻 被报道出来的日子 原本我和她是大学里 令人称现的情侣 多少人都等着我们毕业后 走入婚姻殿堂 可某天她突然说 想去娱乐圈闯闯 即使我竭力反对 她还是去了 还运气很好 被明导看中后一炮而红 红了的结果是我被迫成了她的助理 博达哥哥 别人当我助理也不放心了 只有你最知道我喜欢什么了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拒绝我的 就这样 我选择待在柳如烟身边 尽管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对等 我掏出手机 发现深夜优惠的热度虽然被压下去了 但底下的评论还是不少 柳如烟和秦赫居然年少就认识了 正经的青梅竹马啊 这两人还挺配的呢 不过小道消息说柳如烟身边 那个一直陪着她的才是她男朋友啊 助理 那个在片场动辄打骂 吃口香糖吐到她脸上的助理 这要是男朋友也太别屈了吧 是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们一点也不合适了 所以我这几年维护的感情 是不是也该放弃了 也许是我太久没说话 柳如烟敷着面膜的脸回头看了我一眼 不愿意 不愿意你就滚蛋 她笃定了我不会走 笃定了我还爱她 想到前世我被勒死时 她脸上没有一丝不舍 就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还是男女朋友 此情此景 竟是让我想笑 我是真剑啊 我早就受不了你了 天天还给我脸色看 柳如烟眼神里的讽刺和不屑 让我的心又跟着颤抖了一下 不该留恋的 那就不要了吧 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辞职书 用尽了全身力气丢到桌子上 我要辞职 你再说一遍 柳如烟的面色一僵 拿起辞职书后 草草看了一眼就将东西撕碎 此刻我只感觉到平静 换上鞋子又重复了遍 我说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你的助理了 我们之间也结束了 空气中沉默了几秒 直到柳如烟板着脸道 你这又是耍什么新花样呢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挽留你 我默不作声将屋子里属于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 几年了 属于我的东西竟然屈指可数 他看着我的动作 一把将面膜扯下来站起身来 好啊 记博打 你真有种 行 我看你离了我还能找到什么工作 别忘了现在是我在养你 我的手一顿 想起每个月他得发的工资 三千块钱 还不买社保 我以前这么恋爱脑的嘛 随即我加快了速度 很快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等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时 柳如烟似乎才反应过来 我说的是真的 行了 你走了就别回来了 有本事别到时候后悔了 回来找我 他丢给我个愤怒中夹杂着怨恨的眼神 很快摔门进了卧室 夜很深 我拎着行李箱住立在门口 拨通了那个许久不曾打过的电话 爸 我想回家了 电话那头的男人沉默了许久 声线依旧充满慈性 累了就回家吧 有什么需要打电话 我应了声 随后挂掉电话 打车离开了这个我住了三年的地方 半夜敲响了周泽天 这个唯一知道我富二代身份的好友家的门 他还歇猛 怎么的这是 被柳如烟扫地出门开了你 我苦笑一声 算是吧 这些年我过得怎么样 他在新闻上也或多或少知道了点 此刻他拍拍我的肩膀 一腔安慰都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兄弟啊 你这是何苦啊 谈恋爱也不能谈这种没良心的吧 当初你就该听我的话呢 我看着他 还是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来 年少时我和父亲约定了 不想就这样继承遗产 想着自己闯出一番名堂才好 没想到却是这样收场 现在我这住着呗 你家老头子还在国外休养吧 我点了下头 这一晚我和周泽天喝了很多的酒 聊了很多 直到东方祭拜时堪堪收场 睡得太沉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 一打开手机 发现一个消息也没有 热搜上挂着的赫然是柳如烟的消息 柳如烟片场晕倒 秦赫赶忙将人送到医院 佩图是秦赫将惨白着脸的柳如烟公主抱的样子 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 奇怪的是内心没多少波动 旁边的周泽天醒了 看到这后我问了一句 你要去医院看看吗 不了 我果断拒绝 这些年我的人生都是围着他转 现在我不想了 几天后我准备着创业的事 这是前几年我就打算做的事情 现在终于提上日程了 思囤着事情 下意识摸向脖肩的项链 却摸了个空 不好 怕是丢在了柳如烟那 项链是妈妈在我成人里识送我的 丢了实在可惜 我想着还是回去拿一趟吧 回到那 发现门并没有关 柳如烟依旧躺在沙发上 听见动静回头看到我后 脸色变得很微妙 怎么 过不下去又回头来找我了 他机翘的眼神在我身上打亮 我闭过了他的眼神 只是问了句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项链 他撇了一下嘴 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的 直接说后悔了不就行了 什么项链啊 我根本没看到 我知道他根本不相信 我会主动选择离开 因为之前的我很爱他 没有原则的那种 所以我会选择当他的助理 这样我就能一直在他身边了 可人还是会变的 没有就算了 我面无表情准备离开 突然浴室里响起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如烟 这项链是你的吗 只为这浴巾的男人走了出来 面容熟悉的可怕 是秦赫 他看到门口站着的我后 露出某一位深长的笑容 是博达啊 如烟这两天身体不好你也不在 我就来照顾他一下 照顾 照顾到需要洗澡的程度吗 我捏了下指尖 深呼一口气看向男人 项链是我的 麻烦给我 面对我伸过去的手 男人却不动啊 你怎么证明这是你的 这话纯粹就是刁难了 作为柳如烟年少时的初恋 秦赫清楚地知道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他只是为了恶心我 我想起前世的那一晚 我亲眼看到他和柳如烟 撕混在一起的样子 胃就忍不住一阵翻腾 秦先生 麻烦给我 我上前准备拿回去 一旁的柳如烟倒是先开始不耐反了 行了纪博达 不就是一条项链吗 至于直门斤斤计较啊 这这种没牌子的货色 你也带得出手 不怕丢了我面子吗 那条项链明明是妈妈亲自为我制作的 如今却被他嫌弃寒酸 柳如烟从来对秦赫和我是两个鲜明的态度 前世他知道我不会离开他 肆无忌惮在我面前说着秦赫的好 直到我生气了 他才会笑嘻嘻回应我一句 哎呀我都是开玩笑的 你不会生气了吧 如此反复 我像只风筝一样被他紧紧握在手里 我可真是眼瞎啊 这是我的东西 和你的面子也无关吧 我瞥了柳如烟一眼 对方想来是第一次被我拖了面子 瞳孔都开始地震 你说什么技拨的啊 我告诉你别指望我们能复合了 门都没有 我轻轻一笑 我也是这么想的 柳如烟的脸色很难看 但很快 他眼珠子转了下 又开始讥笑 我知道了 你是因为秦赫的事情和我生气了是吧 这样没用的 以为这样我就能挽留你吗 门都没有 他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而已在门框上的秦赫一直似笑非笑看着我 仿佛在嘲笑我这几年的用情之深 怒火不知不觉窜上心头 直到我看到秦赫将项链扔进了马桶 想要 那就去马桶掏吧 那瞬间 脑子一片空白 等我反应过来时 秦赫的脸已经被我打出血 细伯答你完了 他眼底是歇斯底里的怒火 而柳如烟将我狠狠推开 随后轻声安慰着秦赫 两人恩爱的样子还是刺伤了我的眼 许久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 柳如烟 你让我做你的助理 只是因为我好使唤吧 柳如烟急着给他上药 连回答都那么敷衍 那当然的 又不费钱又听话 你真当以为我还爱你啊 既然你已经不会回头看我一眼 那就放弃吧 当晚秦赫发了张自己受伤的图片 并点名道姓说我打了他 底下的粉丝也是叫嚣着让报警 恨不得把我扒皮 但第二天 网上所有关于我的消息 都不见了 周泽天你本事还挺大啊 搜索着网上关于我的消息 却什么都找不到时 我才发现前世被我忽略的事情 有很多 小事一桩 周泽天被我夸赞后 掩饰不住脸上的笑意 你爸托我照顾你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前世我忙着给柳如烟安前马后 和周泽天这个发小的联系 也少了起来 不曾想他这个计算机学的 还真是有用 秦赫长得不错 人倒是恶心得很啊 可惜了你那条项链 周泽天还在不断念叨着 我的内心倒是没什么感觉了 至少这次 我不会再被勒死了 对了 你不是想投资电影来着吗 今晚有个晚会会来很多导演 你和我一起去下摆 面对周泽天的邀请 我没有犹豫很快答应了 前世的我原本想着 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名导 好让柳如烟能参演自己的作品 现在想想 有钱才是大爷 自己以前还真够矫情的 当晚我好好捣吃了一下 和周泽天一同去了聚会 不曾想 倒遇见了两个熟人 柳如烟挽着秦赫的手腕 与一众导演微笑打招呼 那态度的卑微 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 确实 柳如烟虽然当年一炮而红 但演技的问题 让他没办法获得更好资源 他也为此苦恼了很久 估计今晚 他怕是要狠狠讨好一番了 这两人怎么回事 正是官宣了 周泽天在我耳边嘀咕 我的视线收回 语气不咸不淡 早晚的是 随后我转身和在场 最德高望重的领导韩轩 对方估计是知道了我的身份 言语间还算客气 早就听说纪总的儿子才气过人 今天一见 果然如此 我很快和对方聊的投入 不得不说今天这场聚会 真是来对了 但很快 这桩对话被人打断了 纪博达 你怎么在这 柳如烟的眼底是不可置信 急不走到我面前 你在整什么妖蛾子 这种场合你怎么会出现 他的视线在看到一旁的宁后 瞬间变得卑微 宁导久仰大名啊 面对他伸过去的手 宁导眼皮都没掀开一点 他微微点头后对我说道 等会我们去包厢好好聊聊 我点点头 看着宁导走远了 一旁的秦赫在我和宁导身上细细打量着 随后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真是厉害啊 你记博达 如今攀上高枝了 文言 我不禁皱眉 说什么呢你 别解释了 秦赫越说越兴奋 我就说怎么当初你的消息 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如今还能参加这种聚会 原来都多亏了宁导啊 他凑近我 目光里竟是讽刺之色 虚身他人的滋味怎么样啊 好半天我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强压着怒火 有些话没证据就别乱说 哎呀哎呀 我都懂得见我急了 秦赫更开心了 他原本就阴柔的面孔 此刻更是笑得有些猙獰 可惜了我们如烟 遇人不输啊 身侧的柳如烟 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眼着鼻子瞪着我 像看什么脏东西一样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种人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般 眼底尽失业务 所以你不想当我的助理 就是因为找到 宁导这棵大树 我真看不起你 他一字一句说得很大声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 连带着目光都是一样 一旁的周泽天 忍不住了想为我解释什么 被我拦了下来 我不想当你助理 是因为你在和我在一起的期间 出轨情贺 是因为你多次无缘无故打骂我 和其他人无关 柳如烟 你的粉丝 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个男助理 而声讨你知道是为什么 他愣住了 磕半了下 神 什么 因为你对我够差 不管是朝我脸上涂口香糖 嫌弃菜不好吃破我身上 神也让我去买东西 这种事你的粉丝都知道 连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可怜 你呢 柳如烟的面色越来越难堪 扯着嗓子喊道 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 你是这样没有原则的东西 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内心涌起一股无奈 我不禁笑出声来 这么多年 我怎么才发现 我爱上的是这种人 正在这时 领导的助理走到我身边 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道 纪少 领导说请你去包箱呢 我淡淡回了声 好 我马上来 秦赫有些诧异 什么技少 助理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这位是纪氏集团的继承人 纪博达 二位不认识吗 纪氏集团 A是房地产大佬的纪氏集团 秦赫和柳如烟双双傻了眼 瞪大了眼睛 看着我诗诗然转身离去 是啊 助理见惯了这种场面 把我带到包箱就离去了 处理得怎么样啊 领导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看着我的目光带了几分欣赏 差不多了 我微微一笑 继续和他探讨着投资的事 前世我就筹备了相关事项 自然是谈得很顺畅 最终谈得快差不多了 我起身去上了个厕所 电话就是在这时突然响起来的 是柳如烟的弟弟柳杰 纪哥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我就让你给我转账 怎么到现在也没动静 你这样我是不会同意你和我姐在一起的 我看了看手机 确认了他就是前世我的小舅子 不 只是把我当冤大头的小舅子罢了 忘记说了 我已经和柳如烟分手了 有事的话你直接和他说就行了 什么 陡然变大的声音差点贯穿我的耳膜 别再烦我了 说完这句话 我果断挂掉电话 想了下 直接拉入黑名单 前世柳杰可以说让我苦不堪言的生活 更加苦不堪言 我几乎隔几天就要给他转钱 或者帮他收拾烂摊子 有次他喝多了酒调戏路人 对方报警后 我被柳如烟叫到警察局捞人 结果喝醉的柳杰还不停地辱骂 对方拒绝了和解 还把我暴打了一顿 我被打到骨折躺床休息 柳如烟却只嫌弃我没用 这么点事还办不好 活该被人打 休息了两天就拄着拐杖 跟在他后面忙前忙后 还要忍受着他的辱骂 重活一世 我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吧 周则天在门口等我 见状欣慰的一把揽过我的肩膀 我答啊 我现在真的相信你改过自新了 呜呜呜真是不容易 我哭笑不得 正准备离开 发现旁边的隔间门被打开 秦赫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看向我的目光有些复杂 你真是技士集团的继承人 我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 是啊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迟疑了吓道 那你为什么之前从来都不说 为什么 可能我是想证明自己为之守护的爱情 与金钱无关吧 可惜 好像失败了 怎么 现在因为我是纪绍 而不是你看不起的博打 想和我道歉了 秦赫的眼神变了又变 眼珠低流着转不知在想什么 最后咬着牙走到我身边 蹲下身子眼神中满是柔弱 柔弱 他小声开口 纪绍 你看我有没有机会啊 秦赫这个名字 曾经对我而言是梦眼般的存在 在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之后 总是被不经意的提醒 说他足够帅气 足够温柔 后来秦赫也进居娱乐圈后 两人的名字不断被大众提到 说他们青梅竹马 天生一对 柳如烟对这些谣言从不澄清 反倒对我抱怨 你就不能忍一下啊 我们俩只是关系太好而已 是啊 虽然他们高中就分手了 但对柳如烟来说 恐怕内心根本就没放下过秦赫 否则也不会为了他 活活勒死他 可刚刚 附在我耳畔说那些误会之语的那人 竟然也是秦赫 想到方才我被震惊到无法言语 仓皇逃离的样子 周泽天笑得不住颤抖着身子 哎呦喂 秦赫真是看不出来啊 还能说出这种话 不知他的粉丝知道了会怎么样 我擦掉头上的汗 声音都有些发絮 别笑了 这种是谁遇到了谁能不慌 期间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看了下都是柳如烟打过来的 这是他头一次这么主动 我统统点了拒绝 最后直接关机 周泽天也看到了忍不住折舌 这人知道了你是有钱人又回头了 你可千万别心软啊 我淡淡道 不会的 他从不会对我这样 我还记得之前有一次 我发烧到四十度实在不能去工作 就和他商量了下休息几天 没想到他爽快答应了 还细心为我煮了碗粥 当时我还感动得不行 不曾想第二天就看到了 他和秦赫在片场拥吻的消息 现在想来 我是真剑啊 为了庆祝我重回富二代的身份 周泽天陪我好好出去浪了几天 等我回来时 发现柳如烟找上了门 刚见到我 他就气冲冲地朝我冲我跑过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巴掌就甩到了我脸上 我弟被拘留了 你为什么不救他 你知不知道我打了你那么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纪伯答 原来你是这么个心狠的人啊 我差点被气笑了 想必这是他弟弟调息路人 被拘留到警察局的事情了 柳如烟 我应该说过我们已经分手了吧 你弟弟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脸上是错愕 还有几分慌乱 谁说分手 我不同意分手 他大概到现在都不相信 我是真的想和他分手吧 周泽天在一旁看热闹 不嫌是大 柳如烟 你不过是觉得我们博达是有钱人 舍不得这点钱罢了 现在在这装什么装 柳如烟哪受过这种委屈 抬手就要打人 被我迅速拦了下来 行了柳如烟 我们好聚好散 他的脸色变了又变 就在这时 秦赫突然出现了 那天的事情仿佛对他没有影响 他狠狠白了我一眼后 将柳如烟揽在怀里轻声安慰 柳如烟 你弟弟的事情 我已经喊人帮忙了 你不用再求这种白眼狼 文言 柳如烟差点就要泪洒现场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两人纠缠在一起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恶性 我转头就走 不爱和爱 区别是真大 可惜以前我愣是没发现 见我离去 柳如烟在我身后大喊道 你给我等着记博答 就算你是富二代又怎么样 第二天 关于我的报道 铺天盖地登上了热搜 柳如烟在直播里哭到差点昏厥 言语里都在控诉上次聚会时 我对他的骚扰和羞辱 纪伯达先生对我进行骚扰 我拒绝后 他就狠狠骂了我一顿 就因为他是有钱人 我就要忍受这些吗 他通红的双眼附带着不知什么时候 偷拍的我们两人在一起的图片 倒真像那么回事 要我出手帮忙吗 周泽天见我盯着手机 畜生询问了句 我自己解决吧 总要有个结局 屏幕上是秦赫刚刚给我发的短信 拒绝我的下场就是这样 你等着吧 言语间似乎都能想到他的恼羞成怒 底下的评论都煞柳气势 爆料我私生活的黑料 什么职场性骚扰 什么强取豪夺 总之除了我当柳如烟这件事 几乎都扒了出来 还真是气得不清啊 我拨打了个电话后 开启了直播 也许是热度很高 一开播直播间就进来很多人 还伴随着很多谩骂 给我们如烟道歉 渣男给我去死啊 总之没什么好话 我清了下喉咙 缓缓道 大家好 我是纪博达 也是柳如烟的前男友 他的助理 弹幕静默了一瞬间后 疯狂开始暴涨 什么什么 我没听错吧 瞎扯吧 这男人 富二代还当什么明星助理啊 我面部改色继续说道 之前当柳如烟的助理 是因为我很爱他 想多陪伴他一下 谁知 我喝了口水 看着激增的观众 他不仅出轨擒贺 还对我倒打一趴 我实在是忍不了才会发生 当晚我的直播直登榜首 观众有依旧骂我的 还有同情我的 有说我没有隐忍的 甚至还有私信我让疼他的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总之那天之后 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了点 我也投身于投资电影当中 不用考虑亏本 等着开心的原则就好了 谁叫我钱多呢 一个月后 柳如烟用一个陌生号码 打通了我的电话 我打 我们能见一面吗 求你了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卑微 想了下我还是同意了 咖啡馆里 他坐在我对面 憔悴了不少的样子 求求你帮帮我 小杰欠下高利贷 现在人被带走了 我挑了下眉 心底却是波澜不惊 当年秦赫和柳如烟官宣的事 少不了柳杰的撮合 他看不起我的无用 还在官宣当晚特意找到我当面嘲笑 还真以为当几年我姐的狗就能娶他 想得美 那晚也是他告诉我 柳如烟将秦赫带回了家 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你还不是乖乖忍着 你还是不是男人 即使临死前我也想不明白 他为何如此恨我 想来想去找不到原因 可能本身他就是看不惯我罢了 所以这次我特意找人 带他去接触那些东西 没想到还真上钩了 抱歉 我没办法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看着柳如烟一行青泪落下 突然 他扯住我的手不放 求你了博达 我知道你心底还有我 求求你帮帮小杰吧 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当年大的顶流了 在我直播的影响下 他的声誉受损 接到的戏也越来越少 你干嘛不去求秦赫 提到他 柳如烟的眼神瞬间黯淡了 他 他早就不接我电话了 这倒是没想到 说吧 想让我怎么帮 似乎是看我松了口 柳如烟的语气又带了几分称怪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他拉住我的手带了几分纠缠的寒意 我想让你帮把小杰给捞出来 不然他一个人活不下去啊 我差点没把咖啡泼他脸上 柳如烟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想把我也拉下水 他面色不渝 很快又带了几分讨好 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你也知道我不想小杰受苦 所以所以他就甘心让我受风险 这人的无耻程度 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啊 我忍着脾气 又多问了句 除此之外呢 你不为你自己求一求 他撩起耳畔的头发 似是有些扭拈 明导的那部电影 你能不能去说一说 让我当女主角啊 我仔仔细细盯着他的眼睛 最后淡淡一笑 好啊 你且等一等 柳如烟恐怕是等不到他的女主角了 当晚他亲弟弟欠下高利贷 和他在片场辱骂工作人员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网络 随之而来的 还有我们这次聊天的录音 我答 我就知道你心底还有我 底下的评论 纷纷在感慨柳如烟的无耻 以前真没看出来 这女人是这样子啊 演技都用在男人身上了吧 不止 还用在霸凌上吗 有知情人爆料 柳如烟在拍戏现场多次对工作人员辱骂 遭殃的不只是我一人 这人当她是女王吗 怎么动不动就打人 谁还记得当年柳如烟走的是清纯路线啊 这件事情一出 柳如烟几乎消失在大众视线当中 等到一个月后 我等来了她的电话 纪博打 毁了我你很开心啊 我很平静地回答 恨我吗 想勒死我吗 那就试试啊 对方被我的态度弄得措手不及 随机狠狠咒骂道 你有病啊 我只是忘不了 前世临死前的绝望和窒息 她用我给她买的礼物 亲手了结我 还说活该你死 你这种人死了也没人会记得 真讽刺 柳如烟 你该想想以后怎么活下去 随后我挂到了电话 不带一丝犹豫 娱乐圈最近新闻很多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秦赫被报和多个导演纠缠不清的消息 怪不得 当初她看向宁导的眼神不清白呢 柳如烟为这人要死要活的 图什么啊 周泽天看到消息时 忍不住吐槽 我只是默默看着新闻 内心出奇的安静 是啊 我也不懂 秦赫是完了 彻底消失在大众面前 而柳如烟也在沉寂了许久后 也有了动作 她退圈了 视频里她哭得情真意切 说的那叫一个赶天动地 对于纪伯达先生造成的伤害 我十分抱歉 在此真诚向她致歉 我也知道了伤害别感情的后果 为此我推卷 希望大家也不要再打扰我了 视频放出去后 也许对弱者无理由的同情 亦或是网友对她交好的容颜 还有几分忍耐 她似乎也博得了不少同情分 退圈之后 她转行做起了带货直播 竟然还挺火的样子 她也真够厉害的 看到柳如烟在镜头前卖力直播 周泽天忍不住感慨一句 我沉默着没说话 总觉得事情不会这样结束 直到那晚 很久没有联系的父亲 打来了电话给我 我打 赶紧回家一趟 有个女人说 怀了你的孩子 等我匆匆赶回家时 看到的就是柳如烟 坐在我家客厅里的样子 肚子微微隆起 你来了 见到我时 她歪头打亮着我 眼底带了几分沧桑 她变了 变得更加面目可憎 孩子不可能是我的 我看向一旁的父亲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还没等父亲开口 柳如烟反倒笑出声了 是不是你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脏水现在就泼在你脸上了 给我一个亿 另外把我弟弟救出来 否则我就把你强暴我的事情捅出去 这下我真是气笑了 狠狠掐着她的脖子 你说出去谁会信啊 她的脸渐渐涨红 嘴角还是硬生生扯出某笑容 不管信不信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事实是真的 只要别人相信就行了 她如今在娱乐圈也是个话题 想来造谣一番也能引起个不小的话题 但她低估了 我的忍耐限度 我打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否则也不会来见我的对不对 见我陷入了沉思 她的手攀上我的脸 滑腻而恶心 我深呼吸了下 走到父亲面前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父亲倒是没什么表情 拍拍我的肩膀 我相信你 随着父亲的转身 我一个眼神让两边的保镖上前 打晕她 几天后 柳如烟彻底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她的账号更新了下 上面写着永久停播 而底下的观众更是摸不着头脑 一个月后 她被发现丢在废弃的停车场 身形消瘦 脸色轻黄 别看我 别看我 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 她只是迷迷糊糊说着胡话 她也彻底坠入地狱了 那晚 被激怒的我将她打晕的她 送回了她的家 和她一起的还有她那个好弟弟 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了 好好想想你该怎么做 丢下这句话的我 将两人锁在了一块 没想到竟然等来了这个结局 柳如烟不会想到 她深爱的家人会这样对待她吧 也算着 得到报应了 你看 就算没有我 她的下场也是如此难堪 我淡淡感叹到 只觉得心中从未有过的轻松 前世我为柳如烟几乎奉献了我的一生 得来的却是那样的结果 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吧 一年后 娱乐圈再也没有出现柳如烟和秦贺的名字 两人是死是活也和我无关了 我选择出国深造 在自己喜欢的专业上学习了好几年后 回国开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又过了几年 我遇到了和自己门当户队的妻子 恩爱一场 很快有了爱情的洁净 那是个艳阳天 我听到了柳如烟的死讯 她早在我出国那年就死在街头巷尾 据说死前还一直喊着我的名字 博答 博答 那不是眷念 那是怨恨 但和我无关了 我牵着妻子和孩子的手 走在公园里散着步 看着夕阳 心中早已没了波澜 两世的幸福 就在此刻了 全文完 在这边 感谢观看